- 恭喜你拿到这么多的奖项 - 谢谢 谢谢 - 但你自己就是因为现在在演唱会中间要出来拿这个奖项 - 你觉得很幸好可以来拿到吗? - 很开心啊 好像打了开声带的真一样 - 今天本来声音很累很累 - 但是今天突然间又好像充满了力量一样 - 我觉得很开心今天能够来 - 因为虽然在演唱会当中 - 但是就是来感受一下这个乐团的气氛 - 然后也被感动一下 - 今天很多个Yanmi、江涛他们的脑子都非常感兴趣 - 也很甜蜜 - 是不是演唱会中间所以声音有点累 - 或者是声音不太熟? - 哦 我今天没有摘口罩的原因是因为我从演唱会开始到现在 - 因为我有哮喘有病 - 所以呢就从小的哮喘嘛 - 所以一换天气就会气管敏感 - 那我身边的K妈她家里有小孩 - 然后我旁边的就是很多的艺人他们都要工作 - 所以我坐在那边这样好像不大礼貌 - 那我就没有摘口罩了 - 尤其这几天香港有这个社区爆发 - 那所以也要更加小心 - 因为我好像已经习惯了 - 不会啊 - 因为我好像已经习惯了 - 不知道是不是今年 - 由于身边好多年轻人 - 我也觉得自己年轻的不少 - 好像吃了阳台素一样 - 对啊 - 所以我觉得其实体力上还好 - 回家是有点小压力 - 因为演唱会有些少不满 - 会有些坑坑洼洼的地方 - 前几天还把那个手给弄破了 - 那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好啊 - 是不是说已经平了学友纪录了 - 你拿账了 - 刚才有记者朋友说 - 说平了雪友哥的金满贯 - 我觉得这个的确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记录 - 但是始终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是以作曲 - 是最重要的 - 所以拿过了 - 有了这个记录那就算了 - 就是从明天开始 - 所有东西像洗牌 - 像打麻将洗牌一样 - 从头来过 - 去到你现在的地位 - 是不是想给一些机会 - 即是给一些新一些的 - 年轻一些上来呢 - 其实我想了好久 - 就是到底还要不要拿奖 - 因为 - 但是我看到很多我的前辈他们也没有特意去宣布 - 那我也觉得不要刻意吧 - 反正自己觉得 - 或者我们可以跟主办单位申报啊 - 就是到底要拿个人的奖项啊 - 还是怎么样 - 那但是 - 我自己来说 - 我是希望 - 我自己也是受益人嘛 - 有些前辈不拿了 - 或者淡出了 - 然后我们才会有机会 - 所以我觉得假如 - 假如实际到的话 - 那我想我想我可能会 - 我刚才说笑的 - 我说我明年 - 今年2022年 - 希望跟这个林佳谦可以竞争 - 拿这个唱作特首奖 - 因为我也好久没有写过了 - 那所以 - 对啊 - 把一些客人的奖项洪出来 - 然后让新的男歌手上 -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- 就是我们也是这样来的嘛 - 所以这是很正常的新陈代谢 - 我觉得 - ... 我可以帮你帮我